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段 我开始接触美国的情况 两方面 前面我讲过一个我到美国 那个是我的physical contact 就是我的物理层面的接触 这是一种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物理 第一次去美国 第一次在美国工作 第一次在美国遇到小偷 或者是第一次在美国遇到警察 第一次在美国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第一次在美国买房 第一次在美国买车 第一次在美国旅游 或者等等吧 这些事情非常多 那我可以慢慢给大家讲 那个今天我是想讲讲呢 我是怎么开始学美国的 因为我对美国事实上是 从一个不能说完全无知 但是基本上呢 也是一个了解不多的一个状态 开始的话呢 就说回我的那个大学生到研究生 我前面给大家讲过很多 我是读本科的时候是学外语的 但是那个外语呢 没有学完 然后我就跳级了去学美国史 那个期间是1976年 我讲了1976年的夏天 我就去参加了这个统一的研究生的考试 然后呢就是以比较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这个武汉大学的美国问题研究史 就是历史系的美国史研究史 我当时去的时候 一方面是想改变自己 我说了我是不太想教中学 所以呢希望能够有一个跟研究有关的事情 第二个美国当时是不仅仅是牵动我 也是牵动了我们整个的国人 1977年文化革命才结束 1978年左右中美的关系就开始活络了 美国派了很多的交响乐团 到中国演出 还有美国的各种访问的团体 并且呢在各个最主要的大学 像北大呀清华呀 像我们这个比较大型的武汉大学 或者南京大学啊 都来了外国的教员 首先是教英语的 这些外国教员呢 一多半的都是来自美国 那跟着呢就是跟美国相关的专业 还有这个理工科方面的美国的专家 也陆续的到位了 所以呢当时在国内有一股美国热 然后呢大家记住这个1977年 我们就有第一届美国电影周 这个美国电影周第一部的五部电影就把我们都看呆了 我记得好像头五部第一部叫做On Golden Punk 在叫金色池塘 是那个Peter Fonda和Jan Fonda 他们这个主演的 那个还有贺本 那部电影那种动人心弦 第二部好像是Crimer vs Crimer 克莱默夫妇啊 讲一对离婚的夫妇怎么处理一个孩子的抚养 还有那个父亲 年轻的福星 父亲怎么和孩子相处关系 那个主演是Tustin Hoffman 那个女主角是这个Marian Street 那么这些都是让我们觉得 结识了一个崭新的一个家庭 当然我们记得也看过一部非常非常好的电影 就是星球大战Star Wars 还有迪士尼的电影 第一波 第一波把我们打晕了 所以如果说现在大家这个民族之间 有很强烈的这个反美仇美的情绪 我想1977年 那这个时候整个国家都是一种 对美非常良好的一种一种时期 那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时期 1979年邓小平访美 那个回来有一部纪录片 大家都看得如痴如醉 特别是邓小平去肯尼迪中心 去参加演出在华盛顿 那个美国乡村音乐的这个 最重要的歌手 好像是卡贝特上台给他献唱 到德克萨斯看牛仔表演 还给邓小平献上一顶 美国的牛仔帽 那就是中美关系的最佳的阶段 那么我是在这样的一个 大的文化背景里面学习美国 当然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我当时选择选美国史呢 也跟这个气氛有关 因为大家 很多人就是 就觉得美国就好 大家都觉得美国是 是非常好的一个国家 美国那个时候对中国也是 非常的友善 我想连黑鹰直升飞机都 卖了一个中队给中国 我想这个 很难说美国不友善 你说美国有什么战略的部署 那个时候要对付中国 我估计可能长期有吧 但从短期来说 美国对中国当时是希望 建立一个富强的 开放的中国 我在那个时候去学美国史呢 就是抱着一种 我可以了解一个世界上 最发达的国家 并且知道它的文化 但是从我以前 所经历过的那些 自己做过的事 事实上跟美国没有什么关系 是这样去抱了 我们的那个武汉大学 美国史的美国问题研究室呢 整体的规模不大 那个研究室 其实是比较松散组成的 也是在我进入武汉大学的 1979年 大概两年就开始 组建这个研究室 也就是它应该是 1977年的产物 研究室当时的挂帅的是 武汉大学副校长 吴玉景先生 那么在下呢 由这个武汉大学 最重要的这个法学家 这个韩德培先生 那么另外 这个最主要的导师 就是刘绪怡先生 那么这三位呢 一次呢 都是美国的最好的学者 一个是 哈佛大学的 吴玉景先生 一个是韩德培呢 是堪撒斯大学的 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呢 也在做了一段时间的访问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我的直解导师 就是刘绪怡先生 他是芝加哥大学的 所以这三个学者 把它合在一起的话呢 我觉得当时 我们在这个导师的阵容上 是非常了不起的 他们三位都在美国 拿到博士学位 并且呢 在1940年代 就全部回到了中国 解放以后 也就是武汉大学的 历史学系 法学系 这个最早的一些奠基人 我们那个时候的 武汉大学的历史系呢 是力量在全国 是数一数二的 可以跟北京大学 并驾前驱 我们说世界通史方面 北友这个周一良教授 武汉北京大学的 南友吴玉景教授 就是周一良吴玉景 这个就是中国的 世界史的一个构成 另外呢 在中国的法学 国际法方面 特别是国际仲裁法方面 韩德培先生恐怕是 无人能处其有 刘续一先生是研究 美国现代政治 特别是研究 罗斯福新政以来的 美国这个国家的 经济和政治调节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学者 恐怕在当时 他也是孤军作战 因为有很多人是不同意 美国的发展里面 有相当的社会主义的 这个部分 这是三个学者 所以对我们来说 那是影响非常大的 对于这三位学者 对我的影响的话呢 我想在后面 我们细细再讲 但是今天呢 我讲我的那个大氛围 之有趣 之所以我能够学到 现在的这个功夫 跟这个大环境 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我想第一点 影响我自己的一个大环境呢 那个就是 当时武汉大学的 外国专家的多 也就是造成了 我们变成比较杂实 就是不是说扎扎实 是那个扎实 是混杂的扎 扎实 就是我们整个营养里面 具有很多不同的来源 因为一个就是 助校的各个专业的 外国专家多 我除了讲到 有外文系的大批的 美国法国的专家以外 那还有一些 其他国家来的专家 这些专家和我们呢 都经常打交道 并且呢 有些时候我们去旁听 他们的课程 第二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当时的课做教授 特别多 我在这个历史系 美国史专业 就是光我自己接待过 并且做过口头翻译的 外国学者 都不下五个 这五个呢 到了美国以后才知道 那都是美国的 国手级的 这样的大学者 所以我们在一个 非常好的 学术环境里面生长 第三个就是 当时为了 使得美国 问题专业能够得到 一个比较高的发展 所以呢 当时 我们历史系的 美国问题研究室 是有自己独立的图书 和独立的 杂志期刊的来源 这在 我看在当时 在国内不太多 就是我们能够看到 大概十一个礼拜的 纽约时报 和纽约时报杂志 我们能够看到 时代杂志 Time 我们能够看到 News Weekend World Report 我们能够看到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 这三本 在主要的基竿 其中特别是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是 差不多每天都送到 但是当然是 由空运 大概到香港 什么地方 再运过来 都迟了一个礼拜 但对于我们的时候 呢 迟一个礼拜 它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它 它里面的文章的可读性 特别是它的文化的 那个版面的文章的阅读性 还有它这个 纽约时报的 星期天的杂志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对我们来说 那完全就是 一个新的天地 那我想 我和我的同伴同学 韩帖 两个人的英文 都非常好 我们在阅读上面 我们是属于那种 非常流畅的那种 所以每天坐在那里 光看这些杂志 做笔记 就很够了 并且我们有大量的 这个书籍的阅读 那么关于这些呢 我在未来的 这个讲话里面呢 我会特别的讲一讲 就是我们有过一个 很扎实的 一个学习 第二个就是 我们在历史学方面 给予的这个教育呢 是完整的 印象最深就是 吴玉锦先生 给我们上课 吴玉锦老师 不是我的直接的导师 他另外带了 四名这个 史学史的研究生 他们是研究史学的 那但是呢 我们这一集的研究生呢 是要求去听 吴玉锦先生的课 当时我们历史系 学外国史 就是我们四个 就是美国史 那么英文 能够好的听课 并且做笔记的 就是我和航铁两个 那么所以呢 我们去听吴玉锦先生的课呢 对我们有很大的 这个历史的一个修整 就有点像 我在前两年 在武汉师范学院 汉口飞院的这个 外国语言系 当时叫做英国文学系 在那里学习 对我的英语 有一个系统的整理以外呢 这一段对我来说 在历史学上面 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梳理 当然我们学了几样东西 跟吴玉锦先生学的 是其实就是西方文明的框架 就是他的文化基因 我们当时完全没有受到 这方面的这个教育 但是吴玉锦先生 给我们一个讲课 并且呢 指定了我们一些书看 比方说 我们对于西方的这个 文化价值观里面的 个人主义和这个禁欲主义 它的来源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有这个 斯多噶主义 就是这个 我们叫做控制主义吧 也就是说 孤欢寡欲的这种生活 到后来的Sinism 也就是禁欲主义 就是绝对的禁欲 这一路是怎么来的 另外我们对唯物主义 满身出 满眼出来的其他的这个 西方的文化思维 我们知道 结果我在第一年级的学 课程里面 我们才知道西方 事实上 从古希腊开始 就有两大 不同的这个学派 一派呢 就是以唯物主义 为起源的 但是唯物主义 在古希腊 它所导致的一个 重要的来源 就是 忠欲主义 就是今生 就开心 有欲 就忠欲 九神的精神 而另外一个 就是人要控制自己 自身的这一句魔鬼 那么这个呢 就产生了这个 寡欲 这个 节欲 然后到了这个 Synism 也就是 禁欲 这两者的 发展的事实上 都不符合人 那么所以呢 西方才产生了 新 帕拉图主义 New帕拉图 令字 那么 新帕拉图主义 后来变成了西方的 我们所谓的这个 个人主义的一个 发展的核心 我们说 个人主义 跟他的早年的 唯吾主义 和这个 忠欲主义 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这一点 我是到研究生的时候 我才搞清楚 读研究生的时候 另外一个就是 研究 就是美国史人的框架 我是第一次 学习到这个历史的 不同的学派 你知道我们 历史学里面 其实很大的一部分 在当时 还是考证派为主 这个 言笔有据 咬文绝字 这个四处经典 大量的角筑 求证 推演 最后证明一个 我们假设的事实 这是我们的一个 通用的方法 到了研究生以后 我们才知道 出现了有 口碑历史学 计量历史学 并且知道 在历史的解释上面 有很多的学派 我们当时 学美国史呢 好处就是 研究生的时候 不要求我们 把通史再读一遍 因为我们在 考研究生的时候 已经把通史都学了 当然我们 这几位研究生 和我们后面 还招了三届研究生 那大概我们加起来 应该是 十六个人 十六个人里面 大概有两三个 没有拿到学位 也就是真正 出来做美国 研究的人呢 大概就剩 七八个 这七八个呢 后来 出了寒帖 是到威斯康星大学 继续做这个劳工史 一直做到现在 那么其他的几位 都转行了 但是他们的这个 美国史的功底 给他们奠立了非常 扎实的学术的基础 我们有好几位同学 到美国去以后 都得到了深造 像吴玉锦先生的大公子 也就是低我一般的 这个学弟吴玉 是后来在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学了美国的这个贸易史 研究巴纳玛 和美国之间的贸易 那么后来他做了一个 非常成功的 一个证券市场的分析家 用了他大量的历史学的 这个逻辑分析的知识 我们有一位女同学 当时女同学很少 好像叫 我忘记好像叫徐以华吧 她是在哈佛大学 在那边完成了她的学业 那么这帮同学 大部分都留在了美国工作 那么我是走了一条 更曲折的路 因为我后来 是去学习了美国的历史 是走了一条不同的路 那我前面讲了 我们这个历史学的方法 学习了以后 对我们来说 是有很大的改变 因为这个框架 吴玉景先生给我们的 这个西方文明的 文化基因的这个框架 还有几个老师给我们学的 上的这个历史学的方法论 再加上了我们对美国的 这个历史分析的 这个自己做选择的研究 然后呢 还有我们不同的导师 给我们的侧重面 像韩德培先生 给我们讲美国的法律体制 刘旭一先生 给我们讲 美国新政以后的 这个国家的改变 等等吧 这些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学习 所以从1979年到1982年 这三年的时间 可以说是我的一个浓缩的 一个训练 这个训练 如果我是当时只有18岁 或者25岁的话 我学不到 我之所以能够很快地 掌握这套方法 是因为我当时已经是一个 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的人 就是我已经工作了很多年 并且能写能做 并且有一个研究的这个心 因为我就是靠着 看中国的考古学和文物鉴定学 我都已经做了六年 那么对这些东西 我知道应该怎么和它 现实结合起来 所以这个学习是非常的快 这样呢 让我逐步地结束了 我后来所研究的这个 抗战期间的中国共产党 和美国军方之间的来往 后来也就是发展成史迪威的 在华使命 这是我的一个研究专题 这个是跟我的学习 是有密切关系的 但是这些学习 事实上在我们来说 那仅仅是一个基础 我们大概在一年级 也就是在1979年到80年的 这一个学期 就基本上这部分 我们基本上已经掌握的 从善如流了 那么后面我们就开始 真正参与工作了 那这一段呢 是开始进入了 我的学术的生涯 谢谢各位 我们明天再讲 我们明天再讲 感谢观看